現在我有兩個update pen 但是我要共用一個timer 我不要做兩個timer 我一個timer 但是要給兩個update pen去使用 我們先把這個結果修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說呢 我一個是計時 一個呢 是要現在的時刻有沒有看到 其實上面這一個 這個是我的第一個update pen 這個是第二個update pen 那各位可以發現怎麼樣呢 他的時間有沒有 都會再update 因為我剛剛圈起來那是因為 是我畫面的關係啦 實際上他後面還會再跑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兩個update pen要共用一個timer的話那怎麼設定呢 其實就跟剛剛那個範例是一樣類似的 只是說呢 這個地方timer在外面嘛 那第一個當然你要把這個相關的屬性做設定 這個interval一定要設為1000 或者更 如果你兩秒鐘也可以啦三秒鐘也可以 然後呢 第二個是說呢 在第一個update pen 如果你找不到update pen的話呢 你可以點屬性下方這裡 這邊 就會很清楚告訴我們 你現在加了兩個update pen 那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把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請你看到集合 也就是說 集合裡面呢 指向什麼呢 指向timer 那第二個的話呢 也是指向timer1 都是指向timer1 也是 Tick Tick 有沒有這個第一個有沒有 那第二個的話呢 第二個部分也是一樣喔 在這個集合裡面呢 也是一樣 指向什麼呢 timer1 Tick 通通指他就對了 三個 三個四個五個 其實都可以指同一個就對了 那這樣的話呢 你就不需要做很多個timer 不是說喔 你很多時間 那你就要做很多的timer 如果很多timer 可能你server很快就掛了 因為你要做很多的 之間的那個 訊息傳遞 那很快就會loading太重喔 OK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他指向 那另外呢 這個地方timer的部分呢 我們 就去做程式鑽石 一樣在上面點兩下 那裡面的話呢 就分